中国榴莲市场大战开始了 价格大跌90% 中国在破坏市场吗 泰国坐不住了吗 谁是水果之王 大家想必一定会指向榴莲 无论口感还是价格 它都当之无愧 奶油状柔滑的果肉 干净百元的价格 令不少人都太又爱又恨 此前受制于气候因素 榴莲种植对中国而言始终是个难言之隐 只能任由海外供应商操控 一粒进口的猫山王榴莲 连颗带肉竟能标出1600元高价 令人感觉不可思议 近年来随着中国技术的进步 一只高高在上的榴莲 突然迎来价格大跳水 一口气暴跌至美金20元 仅需百元就能整只拿下 不仅榴莲能在中国开花结果 此前被视为水果贵族的阳光玫瑰 一口赛黄金的新意为科技 都因国产技术突破 而被拉下高价神坛 资料显示 作为世界最好的榴莲消费国 中国每年用于进口榴莲的投入 就直逼300亿 近十年来 中国的榴莲需求量 更是以14%的速度逐年增大 市场态势旺盛不已 然而 这种让人欲罢不能的水果 却因气候 环境等问题 始终无法实现本土培育 中国曾于1958年 引进一棵榴莲树 苦待几十年才结出一个死包 研究人员一度举望 认为榴莲种植不登天梯 见此窘状 以泰国 越南和马来西亚为主的 东南亚榴莲产地窃喜不已 四亿台价成了家常便饭 有时还变本加厉 将单价加码至数百元 对此 中国却毫无讨价还价的底气 无奈只能照单全收 终于 这一局面在2015年被斗破 海南宝庭的44颗榴莲树 落地结果 实现量产值可待 2020年初 海南榴莲的幼苗存活率 仅有六成 如今这个数字已提升至98% 将泰国这些榴莲霸主成功打脸 据海南三亚一榴莲种植园 相关负责人表示 自家基地的8500亩榴莲中 有1400亩将在六月份进入收获期 预计亩产可达3500斤 从泰国到中国 海运所需7天左右 公路运输则大约5天 榴莲品质 几口感的下降是在所难免 如今随我国本土榴莲种植的推广 从树上摘获 再到运集全国各地 最慢也仅需两天时间 显然更胜一筹 除了榴莲 德天渡厚的一个地理优势的 它热带和雅热带 一个交界的地方 只有海南才适合于榴莲 局部地方适合于榴莲生长 其他的地方 它是无法模拟的 像咱们这个地块 就是一共是520亩 它是2020年的3月26号 开始种植的 今年到今年3月26号 才是三年 虽然气候条件适合 但由于经验不足 加之对水肥管理缺乏经验 刚开始种植榴莲并不顺利 被中国国产技术突破 拉下高价神坛 从而汇集更多中国人民的例子 不胜美举 曾经超市中 美金300元的阳光玫瑰 经由四川西昌突破种植技术后 价格直跌至10元 法国人奉为真修的黑松露 六位数的担价被我国打成百元白菜价 甚至沦为猪饲料 真的假的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 此外 号称净血因子的海外新血管养护品 新义为 近年来 其价格也成功在技术迭代下 实现世纪大跳水 2015年 全球第一院梅奥诊所在大叶茶种中收获意外发现 它在实验中表现出清除老化内皮细胞的特性 石英化的血管仅六周便恢复弹性 成果一出 迅速被巴菲特 贝索斯所在的上流阶层据为己有 依仗独发专利及技术优势 美国顶级实验室对其核心物质进行控价垄断 美科标榜为2.6万元的天价 鉴于此 老牌生科企业Biogen 投入大笔资金着手专利研发 凭120年制药工艺 落地成果新一维 并实现量产价格跌落至四位数 于东京顺利首发后 不久前通过京JD东等平台辐射国内市场 基于中国3.3亿心血管问题人群 这一科技瓶很快在北上广深的高净值群体中引发热潮 伴随国产技术的工程掠地 榴莲价格有望实现大幅跳水 令中国人消费者巧手以盼 可长居垄断宝座的泰国 直接坐不住了 据业内报告统计 中国每年消耗的榴莲高达82万吨 泰国榴莲净占了90%的市场份额 仅2022年 泰国便借此赚走中国200亿 当地超过半数的榴莲种植户 全指望中国人赏饭吃 而如今物美价廉的国产榴莲一出事 在想挣到中国人的钱 怕是难上加难 泰媒报道指出 今年4月 总理府发言人阿努扎放话 要将本年度榴莲出口目标同比提升10% 目标出口额为1000亿泰铢 同时 它还意味深长地点名 要扩大榴莲品种差异化 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 看来 中国市场这棵大摇前竖 泰国绝不会轻易放手 而据中国官方统计 预计至2024年 仅三亚一地的榴莲出产 就能实现4.1万吨的目标 基本与越南的进口量持平 客观地说 国产榴莲与进口榴莲的地位 历史似乎难以判定 不过今后榴莲的市场价 必定是谁往低处流 事实到底是如何 谁胜谁败 市场上见